越过封锁线之后 能走的农路越来越狭窄 最后甚至因为路基流失 无法继续通行 人还像万大部落后山这条农路 中断五六年 却时时等不到修复 由于万大电厂道路上方 设置固定水管钢锁机桩 疑似因为地基打得不够深 又加上水管重量长期拉扯 最后机桩整个断裂摔落山谷 造成原本农路路基跟着流失 原因就是他们台电 在拉 在拉这个 自来水管引用水 拉过来 而且它那个头 就设在路边而已 你看这条水那么重 那管子又那么粗 今天把这块地都拉拉下去了 他们到现在还不承认 你们现在如果说要进去农地的话 你们都怎么进去 目前也是走这条 这个不是路的路 所以走得很辛苦 这个劳累度真高 又危险 这条农路通往当地族人赖以为生的农地 原本走这条路只要五分钟就能到达 现在还要绕到走另一条不好走的产业道路 必须花上三十分钟以上车程 增加危险性 过去屡次向万大电厂反应 却得不到正面回应 8月3号召开协调会 族人要电厂给一个交代 在104点10月的时候 也去会看过了 会看的结果是 发现它那个部分是属于地质敏感区 随时都会坍塌的 如果要旧路要互通的话 要有其他的困难度 这部分我们会请相关部门来研究 是不是有可以互救的必要 万大电厂回应 由于是地质敏感区 能否修复仍是未知数 但对族人而言 农路只要一天不修复 去到农田的道路就是如此危险 记者No 南投仁爱 财榜报导